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都先整理一下 看看还有什么要用的东西 四妹 天飞 你们过去一下 来 大家商量一下 下一步 应该怎么办呢 这一仗我们的损失很大 我们应该负主要责任 可是我们并没有伤筋动过 因为我们的铁工们还要在 只要铁工们在 我们就能继续造枪 继续造武器 房子塌了 我们重建 工具没了 我们重造 你的意思是 重建这个基地 小鬼子来过一次了 肯定认为我们不会再回来了 这不是长久之计 咱们的位置已经暴露了 如果小鬼子再来一次 把前后一堵 咱们就被包了饺子了 而且 工人们的家属都还留在马场 这样一来 军心也会不稳啊 那就打回马场去 打回马场 谈何容易啊 不是怎么知道 四妹子的话都点醒了我 你们想啊 自从我们成立了铁工会 我们就一直被小鬼子追着打 为什么 因为铁卫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卫铁工会 咱们拖家带口的 当然无法正面跟小鬼子作战 可现在这个局势 我们是要材料没材料 要个安生的地方没有安生的地方 根本没法安心造武器啊 我知道你的意思 便被动为主动 对 既然小鬼子不让我们造枪 那我们就去打仗 我们把这些年轻力壮的铁工们组织起来 破冲我们的铁卫队 年长的铁工 留下来继续造枪造武器 枪咱们造不了 子弹 手榴弹 地雷 我们还可以造吧 有道理 咱们主动向小鬼子发起进攻 钻到敌人的肚子里去捣乱 让他们疲于奔波 这样他们就无法集中力量 早当铁工会了 树阳线和马场我们打不了 咱们就从周边的小据点开刀 拿那些特务汉奸开刀 我们给他来个小刀割肉 一点点的放血难受死他们 好 就这么办 两人都很辛苦了 这次在廃墟中 有这么多的手掌材料 我还没想到 要不要褒逼 谢谢 我们已经确认了沈家商社 和铁工会相够结 是不是马上派人 赞他们一万大金 那是不错 你这么焦烈吗 铁工会的孙婚姓氏 周全民现在上海 去购买 你们内心一点 等他回来吧 对 没有了总工程师 铁工会还造什么枪啊 不仅如此啊 我还要拿周全民做幼儿 把磁铁飞和张宏银 都掉出来 伤口太监果然是用兵如神 竹内 特务部队是24时间 沈夜和沈海上门的 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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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好 马队长 大师 大师哈凡达队 配合增弹军 去 举业 铁卫队啊 不要给他们有一点喘息的时间 铁卫队经过扩张之后 一共有一百五十四个人 全部配备马场造步枪 有一半还可以带上短枪 另外 还有八支支弹筒 不过榴弹咱们造不出来 得靠你们给我抢 去小鬼子那抢 好 咱们这次的目标 就是像孙悟空一样 钻到敌人的肚子里去大闹天宫 不过 咱们的力量有限 不能硬碰硬 只能采取游击战术 最大可能性地实施骚扰 打击敌人 保存自己 发动群众 让鬼子汉奸 过不了一天安生日子 另外 咱们还要采取心理战术 每个组 都打着白马神枪 崔铁飞的旗号 让整个树阳县城 都活跃着白马神枪的身影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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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妥吧 白马神枪崔铁飞 不仅仅代表你 它是我们整个铁卫队 竖起来的一块招牌 大家好不容易才把它擦亮了 就要把它用足 从此以后 让鬼子汉奸 听到这个名字就发抖 好 那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不过有一点 不能给我抹黑 铁飞 崔铁飞 放心吧 我们水浒帮可不会给你丢脸的 好了 现在就请崔队长 安排作战任务 一百五十四个人 分成六个小队 每二十个人一队 曹飞 你带两个小队 在大宋湖周边活动 主要对付河方大队的水上部队 以及周边的攻势据点 四妹子 你带两个小队 在树阳县城周边活动 牵制敌人的主力部队 我带领两个小队 在马场周边活动 实施骚扰 合适的时候 咱们夺回马场 剩下的三十四个人 由首总部 由指导员统一支配 同时 作为各小队的后备力量 同志们 加把劲 好 好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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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死了 都给捶死了 都死了 你们哪 干不了一点细致活 谁让你们把他们都捶死的 谁让你们把他们捶死的呀 闭嘴 来 行 还谁会骑这脚踏车呀 咱俩四个 哥 你也进去呀 就你这大叔脸 一进马场 那多一半人都认得你 什么呀 高 好 怎么样 远航 停下 停下 停 停下 远航 远航 你哪一步呢 杀了你的高远 连我们特务队 你们都不认识了 不好意思 各位大哥 昨天天天最近查得特别严 说不管是谁 都在查 来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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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老子是不是金字军办的 有没有老子把这眼罩摘了 让你们看看老子的烂眼睛 来来来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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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打开 放他们过去 快点 都小心一点 来 吃吃吃 走 来 帮你们 来 帮你们 来 帮你们 队长 我回来了 说说 摸出什么情况了 我负责那边 诅架了一个中队的二狗子 有个小鬼子教官 中队长叫 叫王全时 底下的人偷偷叫他全事实 这小子真他妈怂蛋 他把指挥所设在 设在哪儿啊 设在人家院子里 帮你 王八蛋 您别生气 这场子 我早晚给你们找回来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咱们去干 队长 咱们不是来侦查的吗 贼不走空没听说过吗 好不容易才混进来了 怎么会得折腾折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赞 订阅 转发 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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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呀 这家的安稳教都把脑子睡 半夜三更讨厌 是 王队长 千万别喊 你喊我这枪会不高兴 会走火 各位好喊 请报个明告 我以前也是走过江湖的 别误会 千万别误会 你他奶奶他住着老子的房子 你不知道老子是谁 崔 崔点飞 没错 就是这房子的主人 崔哥 崔哥 哎哟 不是 崔也 小的有眼无珠 情境大人不计小人过 小的虽然在腹上斩住 可是 腹下的一环一目都没有乱动过 天天都让人打扫收拾 就像原来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吗 嗯 我怎么闻着 有股人渣的臭味啊 小野 小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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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 我明儿去办家 塞也不住了 行吧 明儿就办了 好 我看看 你是不是个爷们儿啊 你这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下手了 崔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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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个爷们儿 我 我 我不是个爷们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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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堆屎 您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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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我 我 我 给泰军送点好酒过来 好 您请 泰军正喝着呢 进来 泰军 我刚刚弄了两坛子汤口大局 特意送过来 孝敬您的 你俩良心哒哒的 好 来 泰军 我给您倒上 泰军 请 什么情况 不让你睡着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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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没跟着睡 队长 外面的人就解决 好 好 你的小日本教官 死到了你的院子里 你是不是不好交代啊 是 不是 不是 左藤小鬼子要是知道了一生气 没准就在了 除非 所以 那你给吃个明道呗 行 我就给你想个辙 这个 您要打回来啊 对啊 天一亮 去左藤小鬼子的指挥部 找个僻静的地方给我贴上 给左藤小鬼子 刷个信 你是 这 啊 什么啊 啊 什么啊 我在帮你呢 你想想 左藤要是看见这个 就会认为我去了他住的地儿 这样一来 就不会把注意力转移到你身上了 你懂吗 嗯 好像 有点懂了 别跟我耍小伎俩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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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麻场可是我的地儿 我要想去哪儿 就跟孙猴子一样 嗖了一下我就到了 不愿意去啊 不愿意去我就杀了 不不不不 然后我亲自去 哎呀 可是 哎 愿意 哎呀 愿意 愿意 一百个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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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那我就再卖你一个人情 好 好 兄弟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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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害饶命 好害饶命 你们东西随便了 好害好啊 别跟上别跟上 别跟上别跟上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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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信 是 作为好害 你们是 我们不是土匪 我们是体位队的 带走 是 是 快 走 走 走 快点 走 走 走 火车来了 都没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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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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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记录 破坏 放开 苏农太军 不好啦 出事啦 又出什么事啦 崔队为苏丹 潜入我住的院子 把旧山太军给刺杀了 放开 你的不对呢 看见那面 我的四个警卫也被杀了 报告 佐藤学校 室友的柱里 一枚一枚贴在柱里 什么 那样的 这个崔队为狗胆包天 连左腾太军地盘他都敢去 他 去吧 去询阅 你去 王哥 树后面好像有人 树后面的人出来 不然老子就开枪了 车医生 过去看看 什么情况 马哥 你自己过来看吧 全体紧接 铁卫队像疯了一样 到处乱搞 断了三个围持卫 截了两次运输船 还杀了两拨 落单的特务队兄弟 什么 你们都是狗狗 你们干什么 狗狗 谁让你们放松几滴的 马远铁卫 你和我不要当阿凡大队的队长啊 安心地当套队的副队长吧 把崔铁卫给我撤出来 不过这回崔铁卫确实神出鬼魄 居然摸进了防守严密的马场 把开路 祖堂太郁 我不是给您上眼药 我的意思是 崔铁卫不是说 几日就要进过马场吗 不如 不如我们增掉众笔 就在马场 与他决战 但是这种事情 很奇怪呀 以前一直是 我们主要他们的 现在 他们敢 自动出事 还实现收取战略意图 上岗大军的意思是 其中有诈 没事吧 崔铁卫是怎么被马场的 伤害吗 不分得了 几日是否有残忍的 一个人可以取得到 100人以为 我会得到 这样的人 我会很严重 崔铁卫向来都不安 常理出牌 所谓 使者须职 虚者须职 但是他故意把战略意图说出来 让咱们以为他是吹牛的 不加防备 就是你 把刘士治安 加藤 你把刘士護士和尋爪士一戒大隊 把刘士殺人一戒大隊 把刘士進入 你把刘士藤都藤所被捕捉了 那是 等下 似乎 把刘士的刘士 和尋師 把刘士的刘士 全て拠点の近くに新しく式書を設けろ はい 麻煙とは 台在茨田等で住者マーチャン 王者については インガイゼイマーチャンだ福神 私の任務は何ですか 竹内 お前の任務は一番重要だ 現場をしっかりと見張り続けるんだ はい マーチャン增兵は四五百人 はい 铁匪兄 咱不是要打マーチャン嗎 小鬼子現在是越來越多 咱還怎麼打 我去侦察過 就算他們不增兵 咱們也打不進去 索性我就闹腾他們 我想啊 鬼子的兵力是有限的 他在這邊增兵了 其他小聚典的防守是不是就鬆些了 紅營 你看這樣行不行 咱們讓軍區派出主力部隊插空檔進行反攻 估計這樣能占不少便宜 要不乾脆打到雙縣城去 哎 飯要一口一口多吃 別貪心 我看啊 能不能啊 把咱們馬場周圍再鬧一鬧 動景再鬧大一點 爭取讓山口調動更多兵力 夠嗆啊 咱們沒重火力啊 就怕騷擾不成 又反被咬了一口 我現在可有教訓了 哎 對了 前兩天我們截獲了一批日本人的運輸船 你猜咱們截到了什麼 猜什麼猜 都什麼時候了還賣關子啊 快說 一批炙彈筒專用的八九十流彈 用這種流彈啊 就算遇到再多的鬼子 也能讓它為王八去 今天又遇到什麼高興的事了啊 弄得跟小狗一樣 高興個屁啊 我何妨大隊長被別人給住了 嚕就嚕了呗 還能少幹點缺德事 徐震芝 你罵誰呢 我誰都沒罵呀 是你自己跳出來的 你個臭娘們 要 要是沒有我在外面幹缺德事 能有你好受好喝的嗎 我们老许家家大业大的 这我要不是为了你呀 姑奶奶我还在麻厂里吃香喝辣的呢 还有你别忘了 你也是我们家的粮食味大的 但你们家的产业 有一半都是我挣的 可是我们家全部的产业也是你给败掉的 要不是你穿都我爹去投靠日本人 他也不会死 家产也不会被刮翻 要不跟着日本人 早他们没命了知道吗 胡说八道 那崔铁飞怎么没死啊 人家活得很欢事 人人都说他是大英雄 早知道这样 当初我就不应该离开他 哪怕是死了 好歹也是英雄的老婆 你除了会打老婆 天天脚果这点烂事 你还能干什么 像个碎嘴娘们一样 许凌智 实话跟你说吧 崔铁飞她 没有两天蹦荡的了 这话我听了好几回了 你别做春秋大梦了 崔铁飞除了江红英以外 在城里 还有一箱好的 是沈家商社的大小姐 就算你回去跟她过 也只能当个三姨态 沈家大小姐 你懵谁呢 你爱信不信 反正黄军已经把她识破了 不抓她 是因为要放长线钓大鱼 钓什么大鱼 你赶紧说 我就不告诉你 憋死我 我看你是喝多了 痛快痛快嘴巴 沈家大小姐 沈月 她居然认识崔铁飞 老月 这么晚了还没谢着 我还是有些不放心 你明天还是别亲自去了 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可是几十年的老江湖了 再说这水面上的事情 没人比我更熟悉 不是熟不熟的问题 最近和防队很凶 我怕 这年头啊 哪有什么安全的地方 闭门家中做 还祸从天上来呢 过去你爹就是 太消极了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做缩头乌龟了 没人说你是缩头乌龟 行了 你做事情爹不干涉 爹的事呢 你也就别管了 那好吧 你把史传的好手都带上 自己千万要注意安全 行了 你怎么跟爹似的啰里啰嗦呢 我这不是关心您吗 来 爹 我给您松松鼓 好 明天啊可就看您的了 老江出马一个顶俩 哈哈 哈哈 唉 唉 겁 快点 快点 有六百米吧 差不多吧 不客气 快 来 放 一 二 给我给你按 我简直太厉害了 来 快 再来一炮 快 还来啊 放 快 一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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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土鸡箱 是 快 行了 绕到西边去 再给他们来两炮 走 走 快快 对 大 three 平定 指定ivo 敵弾当使用している 二方向から毛行仕掛けてきた 一体奴ら何人いるんだ 二個中隊はくだらないでしょう 敵弾頭ばかりでなく 軽機関銃も四艇ほどあります 恐らく紳士軍の主力部隊ではないかと思われます お前一体何言ってんだ お前んとこの後軍二個小隊と 保安士順二個大隊 どうしてそれでフェイ順二個中隊を叩けないんだ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技軍の戦闘力が低く足を引っ張るのみで しかも暗いために思い切った行動ができずにいます 今まだ昼間だ お前のところの人間を送り込んで 詳しく調べるんだ はい必ず成功させ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